末世几年后最需要的是社区之间的联合 而连接所有社区的一条捷径只有一座断桥 此时的五大社区已经开始联合 就是唐提供劳动力山顶债提供蔬菜 亚历山大提供武器神之国提供工匠 海边小镇提供鱼肉 此时的就是唐的管理者已经变成了努哥 但就是唐内仍有人对现在的生活不满 也有部分人对努哥的管理不屑一顾 努哥告诉瑞克不想继续管理这里 他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现在已经不是曾经的小团体了 曾经的他们无所不能 而现在最信任的人都分布在各个社区 努哥觉得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但瑞克与努哥所考虑的东西完全不同 卡玛也在下面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事后他找到了努哥 表示自己可以暂时代替努哥管理这里一段时间 一是为了让努哥想清楚自己的决定 二是卡玛也在考虑自己和细节的事情 因为白天的时候卡玛在路上被细节求婚 而卡玛还没准备好重新组建家庭 他知道那会让他变得脆弱 所以卡玛也需要离开神之国一段时间考虑清楚 五大社区通过一个月的时间即将将断桥修复 尤经也一直在此期间出谋划策 所有人都在为了未来的发展尽力工作 可此时曾救世君的艺人为了多喝一点水对亨利出手 因为水都是定量分配 他多喝就会有人喝不到 他刚要上前找亨利的麻烦就被努哥制止 没想到对方居然开口就对努哥家人问候 而且还对努哥直接出手 这回他算是惹对人了 努哥是一点没惯着他臭毛病 在瑞克的制止下两人才肯停手 瑞克表示达里尔是管理者要学会用别的方式解决此事 而且现在所有人正在为了一个目标前行 他们后面就会明白所有人的立场相同 努哥直接甩脸离去 为了开辟出更多社区之间相连的道路 罗西塔也在一处山体埋放炸弹 但爆炸声引来了失群 可这也早就在瑞克的意料之内 他们早就在反方向叫人开始制造噪声 而且噪声的效果很明显 但塔拉突然传来不好的消息 二号噪声制造者那边没有发声 这导致努哥这边逐渐开始出现走肉 但当清理两只就直接出现一群 见此层就是军成员直接逃跑 为了就对有亚伦被树桩狠狠地压在了地上 看着步步逼近的丧尸 努哥转头掏出双刀解决最近的几个 此时的瑞克也带人赶到了这里之园 虽然这次没有人员伤亡 但亚伦的手已经爆肥了 见此医疗室的伊尼叫努哥准备截肢 这也是他第一次手术 伊尼只能按照书上的操作进行 是否努哥直接将二号噪声制造者一顿炮揍 因为他 亚伦失去了一条手臂 对方即将被努哥送走 是卡妈出面制止 见此努哥才肯罢手 清理过走肉的瑞克赶了回来 见此瑞克夺步上前 瑞克表示此次事件不会对他有任何人啊 并叫他直接卷扑盖走人 此时的亚伦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但瑞克还是为此感到自责 而被流放的救世军突然在树林中看到了什么 然后一把被拽了过去 等他在醒来的时候已经变身走肉